那当然我不知道啊 杨明哥原本描不打的风向 是不是想要带说 许小新的这些钱 有可能来自于不乏所得吗 还是怎么样呢 当然了他们就是要隐色说 啊你跟诈骗集团有连结啦 所以你的金流不明啦 所以你的财产暴增啦 哎呀你的钱啦 跟诈骗集团有连结啦 就是这样啊 那当然这个叫做黑心产业链啦 许小新的新嘛 黑心嘛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 全部在这个时间点全部跳出来 因为许小新过去这几年 有看大白话 有看这个什么大曝卦 有看各个这种所谓的 各台的这个政论节目的 都看到许小新在报绿营的票啊 应议居集对 啊许小新他一个月 他自己说他一个月 大概上60个小时的政论节目 光是政论节目的 这种所谓的通告费收入 就可能跟他的议员收入差不多了 可是他 他的这个所谓上政论节目 他是在干嘛 他是在揭蔽 他是在打绿营 那某种程度上 以他一个在野党明代的这个身份 他是在 等于是他工作以外 多一份监督的力道 他没有因为上政论节目 荒废他的问证 荒废他对民进党的监督 反而是力道加强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 我们线上的这些朋友们 大曝卦的观众朋友们 看到许小新每次去报 这些绿营的料啊什么的 大家也都觉得 对就是应该这样修理 这个无良的 这些民进党的黑心的这些党员 那当然我觉得 修理归一回事 但是今天这些 质疑许小新的内容 有没有具体的证据 许小新过去打 当然有一些东西 可能也许没有打到 也许是因为 你知道吗 有很多打不到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 什么侦查不公开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调相关的资料 可是呢 像比如说等一下提到的说 他婆婆去什么贷款啊怎么样 我就问他婆婆贷款多少钱 为什么你知道 请问莎莎主播你有没有房贷 有 那如果你的房贷 今天有一个明代说 莎莎主播跟哪一家银行贷了多少钱 你会不会觉得恐惧 我觉得很害怕 对不对 对 这是应该是属于这种所谓的隐私个资的部分吧 除非今天他涉案 对你才可以调我资料吗 没错 现在 现在许小新是被告吗 是嫌疑人吗 是什么吗 没有啊 他的大姑怎么了 那是他大姑的事情啊 除非今天这个案子里面 许小新扮演重要的角色嘛 那他们现在绿营 当然他们现在模式叫什么 就高宏安模式啊 对 他们现在把许小新当成高宏安 一层一层的拨嘛 所以呢 所有哦 你今天又吃什么 你今天穿什么 你今天用什么 我全部通通拿出来修理 你记得当初打高宏安才打到什么 爱喝可乐 还说他之前什么在什么场合喝过可乐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不磕咖啡被踢爆 没错啊 所以所以我说 今天高宏安在怎么样 可乐比咖啡便宜耶 但高宏安在怎么样 他至少他是涉案的 他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助理费的案件 而且那个司法正在正办 那个时候你要这样修理 那至少他是可受公平 今天许小新请问他有哪个案子 对 他连这个所谓的大姑诈欺案 跟他都还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他们有关联 没错 那他们就是要应运用现阶段 因为请问检警会出来帮徐小新讲话吗 不会啊 他们就用这个 哎呀你看你看徐小新 哎呀财产又暴增 哎又穿名牌 哎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我说实在的啦 当然他们就是要毁徐小新的人设 那徐小新的人设 如果你今天用早餐店女孩 请问早餐店女孩白手起家不能赚钱吗 他就一辈子死守的那家早餐店不能赚更多的钱吗 那我是觉得这很荒谬 重点是他赚的这些一丝一毫的钱 有没有违法的问题吗 那今天徐小新我就问哦 今天徐小新的财富累积 如果今天真的有违法乱记的地方 拿出真凭实据来吗 就拿出真凭实据来吗 难怪难怪 大家还记得吗 东厂事件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有一句很有名的嘛 影射的杀伤力最大 张天青 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就是要修理侯友谊嘛 就是要影射嘛 所以绿营太清楚这种所谓的攻击逻辑了 对 当然你今天他们今天很多人都说 徐小新过去也是这样对付我们啊 我只好奇一件事情啦 那所以你们现在要 你们讨厌徐小新 所以你们现在要变成像徐小新这样的人 就很奇怪嘛 你们就用相同的标准嘛 连逻辑都说不通 至少你先拿出证据 我觉得基本的证据 徐小新过去打了很多的 他那个真凭实据拿出来 让对方痛得要死 现在你说他有贷款 他有怎么样 他财产增加 我跟你讲 哪一个政治人物 平常财产一直没有增加 那个才有大问题 我有看过有一个立委 从政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那个没有财产 对 这个我觉得才有问题 这个大有问题 那个每次财产申报都是零 这个不得了 这个立委一年收入至少就是 三百多万 就是加一些杂七杂八 你看一元都有220万了 对对对 立委大概是300万左右 原本是月薪是18 19万 现在变21了 对 月薪大概21万 那加上一些什么年终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补助 什么的 其实一年大概是300万上下 可是 如果你都没有增加 那我就很好奇 你是外面欠多少钱还是怎么样的 你是都在地下钱庄借钱是不是 那这个才可怕吧 对不对 所以 像今天 比如说 那个还有一个乌龙爆料 说什么徐晓星什么信用贷款 4万块一直都没有还 诶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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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查到有这一笔资料 是 是 他们你们有独门的资料吗 诶 那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可不可以讲清楚 就 现在变成你知道乱打一通 其实我觉得比如说 等一下讲到那个什么什么 林亮君 质疑什么 他们 他有什么侨贷款或什么的 我必须说 现在你以为台北富邦银行 真的是台北市政府 不是 现在富邦银行 他们还有职棒球队 他们是上市公司 如果今天 徐晓星真的去做了很夸张的事情 他在选立委的时候 不会有人出来爆料吗 他在选议员的时候 不会有人出来爆料吗 我们讲那爆料多了 所以你说像这个 前阵子 有一家 我记得也是银行吗 银行的这个主管 到立法院开协调会 结果呢 立委说 今天我们没有一个结果 你不要给我走 他马上报警 对啊 民进党立委的 这个协调会 开了协调会 你以为现在的 银行的主管会吃你明代这一招 所以今天 不要含沙摄影 通通拿出证据来 如果今天徐晓星有违法乱纪 该负的责任就要负 但是如果今天没有 你今天这样的一种 我们讲这已经叫做政治性的霸凌了 但是这种霸凌 徐晓星他必须要出来承担 我说的承担是因为 他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身为蓝云 所谓 我们都讲他第一女战将 对主炮手 其实即便把那个女拿掉都没问题 就是第一战将 对 那很自然而然 当今天你 就是说 绿营认为你今天有问题 哇你看他居然哭了 哎呀可见这个事情有猫腻 他们一定群起工资嘛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打徐晓星有流量啊 对 打徐晓星有版面啊 哎 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请问上个礼拜 哦那个 那个 有一个国民党立委 在这个出国了 然后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不记得啊 我是知道啊 对啊 绿营打他的话 会有 会有版面吗 不会啊 嗯 啊为什么要打他 我要打一定打徐晓星啊 打徐晓星有版面 哦 有收视率 哦 有有画面 我而且我还可以拿通告费 哦 多好 对啊 所以打徐晓星一举多得嘛 那只是我是奉劝哦 这些打徐晓星的人 如果最后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 呃 我是觉得你们的公信力 可能会受很大的影响